各位朋友大家好,現在可以說是山雨欲來豐滿樓 即將發生歷史巨變的這種氣氛是越來越明顯 相信很多朋友已經知道了中美互相增加關稅的這個消息 所以說我等一會兒只不過是要簡要的對這個消息進行概括 今天想跟大家探討的重點內容 是這一輪的互相增加關稅之後會引起哪些後果 簡要的說是會引起十個方面的政治和經濟方面的嚴重後果 然後我們再推演一下習近平會採取哪一些措施 哪一些極端的措施來防止對他不利的後果 最後還要給黨內的反習派人士和民間的民主派人士提一些建議 大家應當怎麼樣應對即將到來的歷史巨變 這一輪互相增加關稅是從8月15號開始的 8月15號川普宣布對3000億美金的中國出口 美國的商品增加10%的關稅從9月1號開始實施 到了8月15號宣布,到了8月23號 中共就宣布了對美國的反制措施 要把750億美金的美國出口中國的商品徵收5%到10%不等的關稅 同時也對過去已經暫緩徵收的美國汽車和汽車零部件的關稅 重新再徵收,分別是徵收10%到5% 在中共宣布這些措施不到一天的時間之後 川普當局立刻就宣布,再一次宣布反制措施 把9月1號開始實施的對3000億美金的10%的關稅提高到15% 把以前就徵收的對2500億美金的徵收的25%的關稅提高到30% 而且川普還督促美國的企業,要他們撤出中國 他批評中國政府不遵守承諾,繼續向美國輸送芬太尼 川普還在他的推特中表示,不跟中國做生意,美國會更好 更值得注意的是,川普在他的這個推文當中 他不再把習近平稱之為習總統,President Xi 而是稱他為習主席,也就是說他不再把他當成是 中國合法政府的元首,而是當成像毛澤東那樣的 那種黨魁Chairman Mao 而且在另外一則推文當中,他甚至是直接的把習近平稱之為敵人 那雙方的這一系列的動作,這就是表明貿易戰現在已經進入了決戰階段 川普在過去雖然在貿易戰當中是非常的強硬 一直對習近平,他還是抱有某一種程度的期待 所以他過去一直是把習近平稱之為朋友 那現在已經很明確了,他把習近平當成了敵人 而且還說了狠話,說沒有中國,美國會更好 當然這裡所說的中國,他指的就是中共 指的就是中國政府 在西方的這個政治語言當中 一般是把一個國家的名稱或者是首都的名稱用來指代那個國家的政府 比如說在二戰時期,美國人說日本是美國的敵人 並不代表美國把所有的日本人,把日本人民,民眾當成是敵人 實際上在二戰以後,美國作為佔領軍 他對日本的這個民眾照顧可以說是無微不至 不僅僅是給他們巨大的經濟上的幫助 而且還很照顧他們的面子,顧及他們的尊嚴 那川普說這個話,就讓我很容易聯想到電影讓子彈飛 電影裡面的英雄張麻子對惡霸黃士郎就曾經說過 沒有你對我更重要,說這種話就不僅僅是一般的宣戰了 而是發出決戰的這種信號了,是在表達要血戰到底的 一定要把對方消滅的這種決心,那川普說這種話是有他的原因的 那過去很多年他都是在向美國社會傳達這樣的信息 他說中共在侵占美國的市場,盜取美國的知識產權 美國必須得進行反擊,美國過去歷任的總統沒有盡到他們的職責 他說這個就由他來辦了,他是上帝拣選之人的邱真萬 要擊敗中共,這是他的使命所在,他是一個很有使命感的人 而且他也有底氣,因為美國的這個經濟實力 他現在是遠遠的超過了中共的經濟 美國現在的這個經濟表現是遠遠好於中共的經濟 靠硬實力美國是可以打得贏這場貿易戰的 而且現在川普對中共的這個政策已經得到了美國國會兩黨的 絕大多數人的支持,也贏得了美國絕大部分民眾的支持 尤其是工人和農民的支持 所以說他有這個底氣,有這個能力一直打下去,直到打贏為止 那麼另外一方面,中共的這個態度現在也是非常強硬 人民日報在宣布加征這個關稅的同時也發表了一個社論 說美國要堅持打一場零和戰爭,中國願意奉陪到底 火藥味非常的濃,雙方可以說是互不相讓,劍拔弩張 從過去一年多的這個貿易戰的歷史看起來 每一次中共表現強硬,川普就會立即採取更強硬的措施 讓貿易戰不斷的升級 那麼在8月23號中共宣布加徵關稅之前 難道習近平和他的這個親信班子 預料不到川普會採取這麼強硬的反制措施嗎? 當然知道,難道他們不知道川普反制措施會讓中共的這個經濟雪上加霜 加速崩潰嗎?當然他們知道,即使是一群豬 你在經過過去這一年半的這麼反覆打擊之後 你也會形成一個條件反射,當然知道川普會強硬 但是他們沒有退路,他們必須得繼續強硬下去 這是基於兩個原因,第一個原因就是他們過去大肆地鼓吹愛國主義 應當是說鼓吹假愛國主義 他們那個愛國主義不是愛自己的國家 而是恨其他的國家,尤其是恨美國 所以這是以恨美國為主的假愛國主義 在共產主義這個意識形態崩潰之後 被人民徹底的拋棄之後 中共製造的這種假愛國主義就成了他們的救命稻草 89年以後,這30年當中這種假愛國主義 成為中共的主流的意識形態 在這種意識形態之下,人人都成了戰狼 中共的這個外交就被簡化成了戰狼外交 越強硬就表示越愛國 有的朋友可能會說,中共有時候他也會服軟 比如說今年6月份,中央央視這個中央電視台 剛剛放過上甘寧,宣傳抗美援朝之後 第二天就開始放黃河決戀,說的是一個中國女子 對美國大兵刻骨鳴心的這個愛情 非常無恥,變臉之快,真是讓人意想不動 那這次會不會他們又會虛晃一槍 然後很快就會服軟呢?我告訴大家這次不會 中共過去這個貿易戰這一年都當中 雖然是反覆無常,但是還是有規律可循 那就是他每次這個國際峰會召開之前 每當習近平必須和川普見面之前 中共會放軟一下身段 但是一旦習近平回國之後呢 馬上就會再次強硬起來 那放軟身段呢,是為了習近平在出國的時候 不被川普當面打臉 在全世界這個國際媒體全部都要關注的時候 國際會議的這種場合要為習近平保住面子 但是習近平一回到國內 他就必須讓他的下屬讓陳明知道他是多麼厲害 他對川普對美國是多麼強硬 川普過去曾經多一次抱怨習近平說他不遵守承諾 反覆無常,實際上習近平並不是說他僅僅有誠信問題 更重要的一個原因他必須是尊重戰狼邏輯 他必須得成為那個最大的那一頭戰狼 其他的戰狼才會服從他的權威 所以習近平出國的時間比較少 在國內的時間比較多,所以大家都可以看得見 雖然中共對美國的態度反覆無常 但是還是以強硬為主,強硬的時候比較多 表示友好的時間比較少 今年12月1號之前習近平不會去跟川普見面了 所以說他還會這段時間他會繼續強硬下去 不排除中共還會繼續為貿易戰加碼 那麼我們現在來講一講 為什麼說這一次中美互相增加關稅 是貿易戰決戰的開始 因為這一輪增加關稅它的幅度非常大,涉及的面非常廣 尤其是美國這一輪增加關稅 夯蓋了所有的中國出口美國的商品 而且是15%到30%的增幅 這會造成一系列非常非常嚴重的後果 第一個後果就是中國對美國的貿易額會大規模的縮小 現在很多外貿企業利潤率是很低的 根本沒有辦法承受得去15%到30%的額外的關稅 所以對美國的出口會減少,貿易順差會大幅度減少 第二個就是造成外資加速逃離中國 川普已經公開的督促美國企業撤出中國了 但是這次撤出的不僅僅是美國企業 還有其他國家的企業 過去還有一些外資停留在中國 這是因為他們還抱有一種幻想 認為美中之間的這個貿易戰會緩和下來 現在經過這一輪的加徵關稅的幻想徹底破滅了 他們都會意識到再不撤離,那就玉石俱焚了 第三個結果就是大量的中國民營企業紛紛倒閉 那些為外資企業供貨的這些下游的民營企業會倒閉 一些以海外市場為主的民營企業也會減產或者是倒閉 第四個結果就是大批的工人失業 現在失業率已經非常高了 城市戶籍的人口的失業率官方統計的數據已經達到了5.4% 實際上的數據可能比這個數據還要高得多 因為這個國家統計局的數據都是有水分的 當然這個數據還不算上那個失業的農民工 這一輪加徵關稅之後失業率,尤其是農民工的失業率 會迅速的上漲 第五個結果就是人民幣的匯率會貶值,外資撤離之後 那會造成人民幣貶值,人民幣現在已經破期了 過去這幾天一直在跌跌不休,今天早上的這個離岸的價格已經跌到了 7.12%還會繼續跌 那第六個結果就是進口商品會漲價 尤其是石油和糧食會漲價 石油漲價就會增加製造業和運輸業的成本 而糧食漲價後果就更加嚴重,會影響到老百姓的生計 中國30%的糧食要靠進口 而進口糧食要用美元,人民幣對美元貶值了之後 糧食的價格就會大幅上升,過去一年的糧食價格已經上漲不少了 今後還會有大幅的上升,這個後果相當嚴重 第七個結果就是企業的債務鏈會斷裂 過去一年多爆雷的有很多,主要是民間融資平台 比如P2P或者是服務行業,比如房屋租賃行業 總體來講他們的資金規模都不是很大 最多也就是涉及幾千億加起來 但是當大規模的民營企業、製造業企業倒閉的時候 製造業的債務鏈斷裂,造成的將會是幾萬億資產的金融危機 第八個結果就是政府財政收入會減少 去年只有四個省一級地方的政府有財政盈餘,其他的都是入不敷出 那隨著外資企業大規模的撤離和民營企業的大規模的倒閉 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財政收入就會大幅度的下降 下降了怎麼辦呢?就第九個結果,那就是通貨膨脹會失控 財政收入減少了,但是它的支出還在增加 因為經濟狀況越差,政府就越需要維穩 就需要花更多的錢來控制人民 花更多錢控制政府官員、控制軍隊 那錢從哪裡來呢?只能是通過印鈔機來印 中國的這個鈔票已經是印的太多了 它已經超過了美國和歐盟的這個貨幣的總和了 但是今後還會加速的印,更大量的印 最後就會導致通貨膨脹失控 最後甚至有可能出現俄羅斯和阿根廷 曾經出現過的那種局面 就是用一部袋的這個錢只能買一部袋的米 這種場面會發生 那第十個結果,那就是顏色革命會爆發 全民上街會開始,大量的民眾失業了 大家想一想,不出半年就會出現全民上街的局面 剛剛開始的時候大家都能夠保持鎮定 還覺得有希望找到新的工作 但是當社會上的失業的人越來越多 那大部分人就知道了自己根本沒可能再找到新的工作了 這個時候他們就會產生恐慌 根據國家統計局的這個數據 兩個月之前公佈的好像是,中國有百分之五十的人 他們的存款是不到一萬塊錢,一萬塊錢人民幣 那這一萬塊錢即使是住在農村地區的 你如果是沒有收入來源,那很快就會用光啊 很快坐磁上空啊,生活很快就會陷入困境呢 那更何況還有一個因素,就是物價上漲的這個因素 物價迅速上漲,那一方面是失業收入減少了或者沒有了 另外一方面物價迅速上漲,支出增加了 這兩個因素加在一起,那就會讓老百姓的不滿 迅速的達到臨界點,引發全國規模的抗議行動 那最後就會把這個千瘡百孔的政權 給徹底的吹垮,民變會吹垮政權 那麼習近平和他的這個親信班子 他難道預料不到這些結果嗎?當然他們也預料得到 他們掌握的資料比我們多,比我們全面 所以說早在今年的這個年初,他們就多次強調了 都已經預料到,多次強調要六穩 穩就業、穩外貿、穩外資、穩投資、穩預期、穩金融 當然他們也知道經濟層面說是穩,實際上是根本穩不住的 所以說他們的重點是在政治層面,重點是穩政治 今年年初的時候他們也說過了,2019年的主要的任務 就是防止顏色革命,這是公安部長趙克志說的 那麼他們會怎麼樣來穩政治呢? 大家想一想,當前世界上有哪一種政權 能夠經得起經濟崩潰的這種衝擊? 那民主國家你遭到經濟危機的時候 就會發生政黨輪替 威權專制的這些國家發生經濟危機的時候 就會導致政權垮台 只有一種政權他能夠經得起經濟崩潰的衝擊 那就是朝鮮式的極權專制政權 朝鮮政權有一個特點,就是極端的個人獨裁 一個人對黨政軍系統有絕對的控制權 然後他通過黨政軍系統對社會進行絕對的控制 在這種狀態下,任何人都沒有反抗的能力 餓死都不能造反,這就是習近平 現在正在努力的方向 他已經在新疆進行過這樣的政治實驗了 他現在正在把新疆的經驗要推向全國 實行社會信用積分制建立嚴密的監控系統 這都是控制人民的手段,反腐 和掃黑除惡這是控制黨政軍系統和工商業階層的辦法 只不過是他以前還是在摸索階段 今後他會強力的推進 他必須敢在經濟大崩潰之前完成 他對全黨全軍的這種絕對控制 今後半年之內有三個關鍵的階層 三個關鍵的階層會成為習近平打擊的主要對象 這三個階層對習近平穩政權的目標危害性最大 第一個階層就是黨政軍當中屬於江澤民和曾慶紅這個派系的人 不把他們幹掉,習近平他的獨裁就不能夠成功 專政機器就不能夠定於一尊 就不能夠防止政變和兵變 第二個階層就是南方各省的,尤其是廣東和上海這幾個地方的官僚階層 那這幾個地方官員的思想比較開放,他們掌握的經濟利益也最多 因此在中國發生政治動盪的情況下 這些省份的官員極有可能不聽習近平的命令 就像滿期末年,南方的官員不聽慈禧的命令那樣 慈禧向西方各國宣戰 這些官員就在南方搞東南互保 辛亥革命一爆發,他們乾脆宣布獨立脫離中央了 所以說習近平一定要對這樣的一些人進行清洗 第三個就是他要對付維權領袖和維權人士 這批人是民間反抗運動的火種 經濟危機爆發之後,崩潰之後 民眾怨聲載道的這種情況下 這些火種隨時都能把民怨的乾柴點燃 習近平要想在經濟危機的時候保持政權 你們就必須把這三部分人通通除掉 那麼這些人在國內的就會被關起來 在海外的,像我們全民共振團隊這樣的 到處煽風點火的,那他們就會下毒手 製造各種各樣的事故和這個凶案 來對我們進行人身消滅 所以說無論是在國內還是在海外,無論是在體制內還是在體制外 只要是在這個三個階層裡面的,大家一定要非常注意安全 但是我也告訴大家,靠單純的防守那是防不住的 他們對手遲早會下手得逞 體制內的人士和體制外的反習人士 大家要想抵制習近平的倒行逆施 只有一個辦法,那就是向他們進攻 進攻是最好的防守,先下手為強 後下手遭殃 雖然誰先進攻,誰得勝的可能性,機會就大 遲疑不決,最後就一定會受制於人,任人宰割 那今年的十一是非常好的動手時期 香港正是如火如荼的在抗爭 讓習近平政權疲於應付了 那再加上貿易戰,習近平節節敗退 黨政軍內部對習近平的不滿和鄙視現在是空前高漲 而且十一還有一個好處就是在這個時候 很多地方會舉行慶典,大家藉著這個活動的機會 體制內外反習力量各自努力 把社會各個階層都聚集到慶典的這個場合 聚集到一起,聚集到一起了 就有政治運作的空間了,就能產生政治力量了 我相信有些人一定懂得我講的這個道理 那一場巨變現在正要發生了 我們已經聽得見這個歷史的車輪 現在正在轟隆作響,發出巨大的響聲 歷潮流而動的,歷史的這個方向而動的 那麼就最後一定會被歷史的車輪所碾碎 順應歷史發展方向前進的,那就會看到光明的未來 所以希望大家一起來努力,那今天我就講到這裡 本來剛才收到一則消息是關於反送中運動的一個重要的消息 但是我還沒有核實,所以今天晚上明天上午 我儘快地把它核實之後爭取明後天來向大家通報 好,今天講到這裡,非常感謝大家的收聽收看 謝謝大家,再見